剛才講焦點的時候 你講了一個項目 就是為什麼納指會跌得這麼急 就是跌了白髮指的1.7 其實你就是跟今晚的通脹預期有關 其實你有沒有覺得有一個超跌的情況 還是你都覺得可以先觀察 我覺得當然如果是謹慎的投資者 都可以看今晚的通脹數據的結果 坦白說都沒得理不看 因為市經現在星期四已經收了 星期五通脹的數據都會在開市前公佈 它不會像我們香港一樣 重要的東西都是收市後才公佈 它在反正盤前都已經是會公佈的了 我們儘管看看它的通脹數據是怎麼樣 老實說如果你萬一說爆到7多 當然那個感覺會非常之不好 可能會再再多浸下來都不奇怪 但是我個人覺得應該都是在預期以內 甚至低過預期少少都不奇怪 我主要都會覺得就是看回過股為主 還有就是說其實最近有 主要納資的角度近來都是殺一些高股值的 是所謂成長股 當這些所謂的成長股公佈業績之後 它是稍為有些差池 或者它本來的測試是比市場差的 這個預期其實都會暴跌都很厲害的 比如最近那些Upstart或者TOKSI 都有這些這麼恐怖的 一個月之內是跌五成或者六成的情況 所以也都公民說 我們今年很多香港人對於東海股的科技股都很厭惡 其實在美國那邊都有一些小科技股份跌幅 去迷回現在這一票是更多過我們中國的股 所以那個結論就是 又不需要對我們中國的股票太過不喜歡 但是也都不需要太過迷戀於美國的股份 主要都是要看回它各自的基本因素